Vippy 豬仔 大家好 其實一段時間沒有出這個minus 的系列 等大家再去了解一下 其實Vippy 出的channels 集數 就是一個running sequence 由小到大 排上去 最近出到300多集 另外有一個running sequence 由0 開始 負1 負2 這樣數上去 為什麼有這樣的idea 其實就是想把自己聽到未正式的故事 或者是Vippy 有些創作故事 就用一個minus 的series 慢慢地去running sequence 等大家可以看到正的 sequence 應該是日常生活見到 有些實證 無論是報紙 或者是Vippy 正在空城拍到影片 另外這些minus 那些其實是 Vippy 沒辦法可以證實到 或者是一些Vippy 突然間 心血來潮 有些創作故事 就會用這個minus 的方法 做一個running sequence 去放在Vippy 豬仔 channel 等大家去欣賞 看回今天5月6日 2021年 發生什麼事 最主要就是Vippy 經過這邊 海濱長廊那邊看回康城 現在這個方向就是從北面 看回康城 所以你要看到有Sea to Sky 以及旁邊的LP10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感覺有什麼特別之處 歡迎來到Vippy 豬仔 channel 剛才是一張照片 我們去片看看 同樣位置 Vippy 是海濱長廊 看回康城 這裡是LP10 綠色沙 為甚麼看著這個位置 可能是比較淺色的 其實有白色的狠 是垂直的 由接近垂直的位置 中間有白色的狠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其實Vippy 眨眼 原先是在移動的 不過Vippy 最初不覺得沒有拍 像是上面向下面這樣移動 就留下了一個類似Camp Trail的東西 Camp Trail 即是空氣流動化物質的線 噴了化物質就有條線 但這個特別之處 其實在Vippy 繼續跟進拍攝的時候 你看到在LP10 中間的樓層 就停了 沒有了 有一條很直的 像是由上至下 因為Vippy 慢慢拍下去 發現上面那些條路 就開始散 下面就再實一點 再慢慢散 有些奇怪的 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看看四周圍有沒有些類似 第一回合看的時候 你看到的雲 大部分正常是這樣的 Vippy 看得到 但無緣有條垂直的 不是雲的物體 我看回來馬里布 也不覺得 第一次看是不覺得的 但這條條路 就很久都不散 一直在這個位置的高度 又很直落 很奇怪 但可能只是Vippy 覺得奇怪 其實我在海賓長浪 一直在拍攝 都幾多人看到Vippy 在那邊拍攝 但那個人都不知道我在拍什麼 雖然那個垂直落 差不多跟LP10 有一點點平衡 遠距離看 平衡的 CAM 出的物體 就還在這裏 Vippy 嘗試去看看 上空的雲層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通常第一時間會猜 是有些噴射機飛過 我一陣子 看到了 有條是橫的 看到嗎 這條條路有點像 剛才垂直那條 唯一大分別 這條就像平時 我們也有機會 偶爾發現 有些噴射機飛過 我會留下一條這樣的條路 一條直線 就已經在散 其實剛才也不覺得 如果一條橫空飛過的 可能會 令Vippy 或者大家想 有些高速運行的飛機 是戰機也不一定 可能有些高速飛機 或者是飛得很快的飛行物體 未必一定是戰機 可能是一些高速飛機 可能是一些高速飛機 在這條條路 下面看到 原來有另一條路 又出現了 這次Vippy 看到 有隻飛機 很快的 又到了 在那條路的下面 有另一條路 這次Vippy 看到 類似是一些 大家有什麼想法 可能是一隊飛機 前後腳 剛剛飛過 所以就有了第一條 然後 旁邊就有一條 Vippy 嘗試抓住 因為對天影 有烈日當空 有時候 這個就 抓得比較好些 繼續由 將艦 上空方向向康城衝過去 這些飛機的飛行途徑 一定不是 民航機的 飛行路線 不是 就 剛剛好 是相反方向 經過康城 再向藍載 西貢 沙田的方向 就是回程的飛機 很明顯 跟民航機 平時 回程的方向 是相反 而速度 感覺上 比民航機 快 也挺多 至少 你不會見到 民航機 有這麼厲害的 其實 Vippy 之前也有介紹過 康城上空 其實是 航機回航的航線 差不多同一時間 看到有架飛機 就是 相反 由這個方向 飛過康城 你見到 這架 無論 速度 還有 看來離開地面的距離 都是比較近 速度慢一點 更加 不會有條條條在尾 我們看回政府的網頁 關於航道的設計 回航的飛機 就會 你見到 紅色線 由右下角 就飛去沙田的位置 再轉過90度 就向機場降落 其中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 就是 在左下角 直接飛入香港 去機場降落 回航的路線 多數是這兩條 至於 航班離開的路線 就會是 相反方向 但經過維港 穿過港島出 有些奇怪 其實 剛才看到 航機 回航的路線 最後的影片 都不太跟 為甚麼呢 其實 這個位置 剛才看到 航機 這樣回航飛 回來的方向 這樣飛 Rippy 都覺得 跟平時不同 唯一解釋 就是 因為其實 航機路線 基本上是看風向的 有可能 風向 就 不同了 為了 它要 逆風 這樣飛行 令航機 飛行的安全性 好些 可能就是因為 風向不同了 所以 那個 回航的班 做了少少改變 航線的方向 這裏 政府的網頁 有說 其實航線的方向 有大約 1.5公里 距離 Buffer 解釋了 剛才看到 航機回來 方向有點不同 但是 就 解釋不到 那些高速飛行機 究竟 為甚麼飛 當然 未必是 香港負責管理 這張照片 外線 剛才看完 那兩架高速飛行機 後 看回 那邊 dock 這條條路還在,很緊實的,雖然大風散了一點 另外一個疑點,為什麼有條直的條路呢? 它是不是真的由上向下飛呢? 但是如果是上向下飛,為什麼去到一個位置又完全沒有了呢? 其實這個直的條路真的有兩大疑點 不過有可能觀點與角度,那裡太高了,離開地面 所以其實是遠離我們康城,所以會看到它這樣,也不奇怪 其實WIPP嘗試過上網打一些Keyworks 高速飛行物,將軍澳等都沒有什麼要收 最厲害的,找到原來上個月,將軍澳上空出了一個恐卓開平日雲 但是跟今天WIPP看到的情況,就幫助不到他理解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是什麼原因,有什麼可能性 不如一起留言,聊一下吧 我討論一下 因為WIPP覺得非常奇怪,但又解釋不到 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WIPP之前有介紹過 其他Minus Series的故事 或者解釋不到的事情 歡迎來到WIPP在YouTube的網頁 那裡呢 那又是去Paylist那裡,找回Minus Series 那這裡大部份這些類型的故事就在這裡找回 如果有興趣想看WIPP珠仔頻道 跟Facebook的Sequence 去分享不同時間的故事 歡迎你加入我們Facebook群 在這裡,你會更容易看回Facebook的方式 去看不同時間出的康城的資訊 WIPP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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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P珠仔